诶 这个香肠怎么解到树上呢 我就在这里望着 看它会不会掉下来 先借一个吃一下等着 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这个烹根也是明天的 这个香肠的话在四川有千万种做法 但是今天的这种堪称经典 顺道再借一点丸豆粘回去 长得好好哦 咱们就指着这个嫩的恰 其实豌豆粘长这么长 就上面这一点点适合吃 下面都是老的 好像有人来了 反正是不认识的 等一会儿这旁边的这个蒜苗 葱这些我看长得不错 也给它借一点回去 这里还有香菜给它扯上个一两碗 香肠先用温水给它清洗干净 冷水的话只会越洗越油 还洗不干净 下锅先给它煮熟 弯的连清洗干净就是 这种自己借的菜就是 超级的嫩 烧开后打去浮油 转小火煮半小时 姜葱蒜片来切上一点 再来几口干辣椒 干花椒 煮熟过后露出来 先给它晾凉 香肠稍有冷却过后 来切成片 切的时候记住 一定要这样俩着切 它切出来才是肥的和瘦的都有 如果你立着切 有可能整块都是肥的 还有不需要太薄 太薄的香肠很容易搞得碎碎的 味道味是巴适的很 等一会就将就这个刀往锅里面捧 够麻够辣够味 锅内来上一点点油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到底先炒弯的点还是先炒香肠 答案是先炒香肠 这样子下锅 稍微煸炒过后 姜葱蒜 辣椒 全部炒香下弯的点 说实在的话 这个弯的点特别的受欢迎 所以我放的比较多 来点糖 少许的鸡精 盐的话就不用再放了 因为香肠有盐味 等一会吃的时候 弯的点大着这个香肠吃 就变得有滋有味了 香肠炒了之后 它会有一点散 这个属于正常现象 弯的点炒熟 就可以关火 出锅 咱们今天的弯的点炒川味麻辣香肠 就搞定了 方法超级的简单 这样炒的香肠 搭配着弯的点吃的话 和平时煮一下就吃 风味完全不一样 既有香肠的麻辣香 又有弯的点的脆嫩和鲜香爽口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种 有时间的时候 咱们自己试着去告一哈 不喜欢吃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过了 一个香肠 一个火锅 我以为是毛喜欢 哈喽 你吃饭就要抱着啊 我还不想上次吃饭 给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嗯 嗨 这碗的点好冷 现在天气冷了 就穿得厚了 吃香肠喽 看一看吃饭你就笑 这碗的点好大啊 嗯 你慢慢咬 嗯 接的 这豆腐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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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了那么久豆腐 这个是牙血吗 不是牙血 什么血 羊血 更不是羊血 猪血 也不是 那啥子 牛血 牛血 我们家爱牛血嘛 啊